这里是都江燕龙溪 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次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一起 跟着保护区的巡护队员 追踪野生大熊猫的踪迹 并且好多话 我们能在这里看到野生中的下人大熊猫 定期收集红外线相机上的监测数据 是巡护队近身的主要工作 这里山高淋漓 钩身水旗 爬山涉溪 是家常便饭 工作比想象中更辛苦 咬过了 然后如果说是我们在野外 发现这个大熊猫咬着的神奇的计划 可能这周围就很容易发现 发生很多的争变 就容易我们一般就到了这个点 然后我们就要来记录 记录之后就周围找一下分辨 有时巡护队员要在山里露营 四到五天 但这依然不能保证 他们就能遇见熊猫 对熊猫分辨的采集和分析 是他们判断大熊猫数量 健康状况的重要手段 如果是新鲜的话 上面会有一些宝宝的研膜 研膜可以提取出它的DNA 这个区域熊猫的DNA的话 我们更有利于我们来更综合或者是更科学的管理 我们到底有多少只熊猫 然后它到底是磁性还是熊性 然后它的身体状况 你们可以通过DNA的检测大致想吃到一些大概 这次我们在山里发现了熊爪印 虽然不是大熊猫的爪印 但这足以让这趟熊猫工作中的每一个人都更加兴奋 栖息地的破碎化 是目前大熊猫生存面临的最大危险 它们生活的山林 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 被分割成许多小块的局 这将影响整个种群健康长久的繁衍 保护工作的方向之一 就是将分割的栖息地连通起来 对大熊猫的走廊地带 进行科学化的建设与管理 恢复植被 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 让大熊猫可以自由地串门 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 就像撑开了一把保护伞 不仅保护着大熊猫 还保护了与之共存的其他生命 如牛角力 金字吼 毛贯论荡 也保护了与数亿人生存栖息相关的森林 失地等生态系统 他意味着人类为了保护大熊猫 而付出努力 同时也从保护中收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里面松任期中 才能弄出